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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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世 對對 86 86 對 對 糖尿病 她有糖尿病 其實糖尿病年輕的時候就有 阿嬤就有 她就遺傳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麼運動 我也是希望說如果我也會被遺傳到的話 希望她延後發病 比如說70歲再糖尿病就好了 那我媽媽大概30歲左右的時候就已經糖尿病了 媽媽的狀況就死好死壞 我又剛好要演出那個謝謝大家收看舞台劇 那我覺得媽媽媽媽媽還蠻貼心的啦 就是白天的時候我們去加護病房 那感覺好像還維持住狀況 那半夜的時候醫生跟我們講說 媽媽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剛好那個舞台劇 所以是演韋鐘哥的故事 那韋鐘哥講到他爸爸那時候進去急診室的時候 我講那段台詞我就想起我媽媽 就聲淚俱下 那段時間的音樂剛好播二姐 她是禮拜五的凌晨嗎 是 禮拜五凌晨 然後昨天禮拜五晚上覺得要演 前一場戲在演的時候 現場的導演 副編導在看像謝宇 摸在演他想 有點 她覺得他們說不出有一個感覺 她覺得怎麼會那麼的 她在下面看 那感覺這種戲很特別 壞欸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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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影響劇組大家運作 而且這是賣票的演出嘛 我總不能說我因為家人去世 這是我們演藝人員的無奈 媽媽年紀老了之後 就變成 平常她都會去教堂 因為她天主教的 然後 三不五時都會去教堂 去服務啊 去幫忙啊 去做Misa 媽媽年輕的時候 比較 比較會 去管我哥哥啦 因為我哥哥成績太優秀了 他在台積店 高階主管 我哥在台積店就已經二十幾年了 現在也要寬要退休 他一年的分紅就不得了了 對啊 然後那時候 我媽最放心就是我哥 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因為左右鄰居都因為看到我上電視 就跟我媽講 那我剛剛有講 我去學校讀書的時候 有參加社團 參加話劇社 那我都沒有跟我媽講說 我在學校參加社團 那有時候晚上 回家的時候 我媽回來了 回來就吃飯吧 也沒有問我在學校幹什麼 所以說那時候 上電視之後呢 她就說 蛤 你怎麼會演戲 問我說怎麼會演戲 我說沒有啊 就以前參加社團 然後她說 對啦 現在是有上電視 也是有知名度 可是你這個長相 你可以紅多久 她從 旁人知道說 她是郭子乾的媽媽 她覺得很驕傲 應該是這樣 對 但她不會去說 你的演技怎麼 演成那樣 沒有沒有 她從來沒有講過這個話 就上電視之後 那個都很好 那個也很好 好